大家好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 出街的時候 應該是五日了 我們剛剛水上飛機就下了島 仍然是公海啦 大家記得了 支持六部曲 踏入第2個月了 向大家攤大手板 拿錢的第2個月 說得很難聽 月費是時候繳交月費 因為我們是去到12月5日的 上一個月 如果你繳交了上一個月的週期 現在就是新一季的開始了 為甚麼我們這麼說呢 我們一直都 不是很想收大家的錢 因為上個月就被YouTube政治打壓 切掉我們的廣告 我們也是逼於無奈 以前打算用我們的廣告收入來支援前線 但是現在都逼於無奈 跟大家拿錢 今天有個網友問我 我們 比如說想支援手足 是不是同一個戶口 我說說真的 我們其實之前我們收的錢 收回來的月費都是想支援手足的 因為以往我們沒有收錢的時候 我們的YouTube廣告 其實都是用來支援前線手足的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有事做的 有生意做的 Johnny是大律師 我們其實就不需要跟大家拿錢 不過因為 被人家咳了水喉 逼於無奈才這樣做 也是因為 廣大的網友很鼎力支持 令到我們也很感動 我們現在在考慮 是不是要開回這個 廣告收益 到時可能會受制於YouTube 那裏又不讓你賣廣告 其實我 你問我 我也覺得 不要YouTube廣告好像比較好 我們也不想受制於YouTube的限制 一來 我們可能到時就沒有廣告 大家聽得舒舒服服 不用說突然間又要按一按聽 我們也有想過這件事 雜詩講益 大家給一下意見 好 說回今天的 節目重點 今天早上 坦白說 大家一起來 都會被一張照片 激得很生氣 你一看到 你會覺得 如果我在現場 我一定 一刀就插在這個女黑警的頸上 如果我在現場 很生氣 最多限度一腳伸開她 她真的很生氣 即是你手上有甚麼利器 尖的東西 也想插她 沒有也要一腳踢開她 一個女警 拿著一枝 好像那些是Walky來的 好像是對港機 跪了 其實只是坐在那個小妹的頭上 這樣你是在制服她嗎 有沒有搞錯呀 這個真的是很離譜 這個畫面 全世界都是 覺得你是十惡不赦 是不是十惡不赦 這件事 事源是網上傳出來的 圖片 即是今早的時候 應該是在土瓜環 案發的現場 土瓜環 事源就是有一班 中學生應該是 在地上寫了一些粉筆字 其中就說黑警殺人支持 黑警殺人 有些懷疑是便衣的警員 就是 一 就是拘捕他們 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要告別人甚麼 那麼 看到一個畫面就是他們 沒有出示任何委任證 禁了別人落地 還要坐著 在頭上 我不知道那位 同學有沒有受傷 有沒有嚴重受傷 或者是窒息 被 看不過眼的街坊 拍了 還要 那個女警還要在罵人 為甚麼不拍 其他人 警方在執法 為甚麼要拍我 叫人不要拍照 當然坐在那裡也有沙芒果啦 那裏有100人 你就坐在100角頭上 因為今早早 我乘車的時候 我聽到 警方出來解話了 因為覺得 這件事民情很洶湧 即時他們要解話 他們就說 今早早有七個中學生 有男有女 就拿雪糕筒倒露 另外就說他們有其中一個男生藏有一枝伸縮警棍 然後 總之一連串的事情 你是不是把你那枝放在那裏 屈膠他呀 現在他們越來越 是 事無忌憚 喜歡 灌甚麼罪名給你就灌甚麼罪名給你的 大部分那些案件 你說完根本 根本沒有這宗案 上一次遊行星期日 你 自己在一個page 官方網頁來香港警察 出了個post說有暴徒 訂煙霧蛋 煙霧餅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現在警方出來說話可以多不負責任呢 你沒有那宗案 你不是在查那宗案 有那些 就是我們叫Primer Face Evidence 就是有一點的evidence 你都沒有的 最低限度 你是不是檢獲了那些東西 有證人拿了一份口供 說了一宗案件 你開了一個file,你的file的rn 你的reference number 你連file的內容調查報告 甚麼交叉 甚麼想法都沒有 根本就直接在作案件 以掩飾他那些亂開槍的行動 因為當時 是一個和平示威來的 沒有人作出任何攻擊 他就立即向人群 是很多人群 射催淚彈 如果當時造成人踩人 那裏可能會死幾百人 這個 現在你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他現在就是 作案件 案件不存在 照作 沒有開個file 照作 沒有證據 照作 今天早上你到底說那幾個學生有倒露 找到一支伸縮警棍 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 你是不是開了案呢 我們是很懷疑的 其實也挺肯定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他現在甚麼都做得出的 可能抓住那年輕人的手 把伸縮警棍 摸下去 拿了指紋 就說你擁有伸縮警棍 是這樣的 推低人的你也解釋不了啦 甚麼無心啊 那些東西 你是解釋不了的 現在你做的那些案件 根本就沒有這些案 還有就算有這些案 第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代表你那個黑警的八婆 坐在人家的頭上呢 這個當然是很離譜啦 這些 黑警我們是不會放過去的 基本上 首先他那個死人口罩就不拿到他的樣子啦 沒錯 全香港人 不用說了 起去底 一定要找到這個八婆出來 沒錯 要問一下你呀 你有沒有子女呀 有沒有家人呀 你還沒有全家產的 是不是 家裡還沒有死光的 誰包庇這些黑警啊 警務處長包庇 警務處長包庇 還有 那個紅磡分區副指揮官 他不是正式副官來的 是副指揮官 叫鍾瓦倫 被網民起底 他有美國國籍 要制裁他啦 上次在紅帥口 然後被人 側問 然後走上來講自己報上姓名的那個嘛 這個死黑警啊 他是有美國國籍的 這個一定是 這個一定是要把你 告發給美國啦 因為現在美國就 PASS了那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你一定是在一個制裁名單裏面 這個一定是制裁的 你這個女黑警呢 一定是大家麻煩 寫作一個英文的新聞 將他這些 暴行 推去國際 你覺得沒問題的嘛 照寫吧 你覺得沒問題的東西 我們就幫你照寫吧 他已經是使用最低武力了 我們就拿過去給別人去評論一下 等美國評論一下 其實應該做完每一天去那些 大話記招說的那些 荒謬的內容 譯做英文 他們的英文很差 所以你們的英文一定比大家好 譯做英文 幫他們把那些荒謬的 說給全世界 看看到底 如何去評論 然後就是說 不可以單憑一張硬照作出評論 有時候說得很醜 哪些人還包庇他也不怕說 你那些什麼東西禁制的靈悟 你以為會放過他嗎 現在 做完這些暴行之後 你去保護他 你就走出來保護他 現在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看著你們的 你哪個再包庇他 你也要加進制裁名單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宗雅倫不用說了 一定是制裁名單 因為他已經有很多事 他發瘋又打人 陳振志就被他粗暴對待了 在紅磡 因為土瓜環屬於紅磡館 所以他今天出來見記者 為甚麼他這麼急著見記者呢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很嚴重的 要趕快出來解話嘛 我們還沒說了 跟一個很大的對比 紅磡劫案 也是紅磡 紅磡也有很多罪案 因為土瓜環有一間金舖被人打劫了幾天 略去了二百幾三百萬的金色 珠寶 那麼 今早 便衣警察 就是 開過一槍 只是開了一槍 還是面對七個 劫匪 是金舖劫匪 開了一槍 大家會馬上記得 當日面對兩個年輕人手無全鐵 那個年輕人還是垂下雙手 他都向他開了一槍 另外就向另一個開了兩槍 總共開了三槍 對手無全鐵的年輕人就開了三槍 對於有 武器的賊人 打掉金舖的賊人 就開了一槍 而且制服完這幾個人之後 還十分之 有線地跟他拍了肩膀 我們要立即 得到一個 Signal 香港 警察 香港政府 告訴大家 你擁有一槍械 去行劫金譜 你會得到警方高度尊重 而你 手無寸脫的示威 你就會被警方跪頸 開三槍 開三槍 這個message很重要 上次 721 我們那時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香港警察告訴全香港全世界的人 如果你拿雷球棍 蒙面帶白色頭盔出來 向警察 叫囂 你就會獲得警察的尊重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 我們之後就拿雷球棍 蒙面出來向你叫囂 因為這樣會獲得你的尊重 因為這個是你deliver出來的message 那麼今天 剛剛才說完了 換句話 大家也知道 是不是應該慈械行劫 如果是這樣 那就可以了 彌敦道起碼也有幾百間金河 周大福周生生借稅率 這個當然我們是按 警方的 警方鼓勵 人造的邏輯去說 我們沒有這個主張的 這個是警方的主張 我們反對的 但是我們認為警方的邏輯就是叫大家那麼吵 沒錯 原來慈械行劫 你會獲得警方的尊重 至少要尊重 我們很想人家尊重 換句話說 你拿火力越大就越尊重你 沒錯 那是不是要買機關槍 是不是要買榴彈炮 是不是要買山巫舉導彈 當然是賣不了 買不到又難以來啦 又敢扭重 買AK47 張子強 張子強那些是不是會受到你尊重 那些漢匪 漢匪是這樣的 漢匪完 交火完之後 搭鍋頭 射得很好啊 槍好漂亮啊 然後呢 我想問 淘寶有沒有 可以訂購這些東西 淘寶應該沒有 假槍也有 假槍也有 假槍也有可能沒有 是不是要去亞馬遜訂這些貨 大家上亞馬遜看有沒有網購 用粉筆在地上寫字 就被你搞 過馬路 隨西雙手就被你開槍射 打劫金行 就被你搭肩膀 雷球困指望警察叫囂又搭肩膀 那是甚麼message 我真的怕不到 你解釋一下吧 其實警方是不是要呼籲全民開山刀上街 你真是好意思 跟別人說你在執法 執法很困難 香港充滿自由 也看不到香港人的自由 受到甚麼損耗 今天不讓記者進去啊 不讓蘋果和立場記者進去 你這群人 現在已經是施穿了 過往 過往呢 大家都覺得這一群 好像讀過書 受過訓練 入了高位這些官來的 包括警官 覺得這些人好像也是社會上 比較上層的人 以往覺得 最下流的 不單是下流 只是一隻豬頭 這樣解釋的東西 全部是 滿口謊言索性 謝鎮宗 江永祥 天天出來挑釁 江永祥這些人有報應 謝鎮宗已經很糟糕了 江永祥直接擺明是挑撥你的 做了一些事跟郭佩凡是沒有分別的 是一些低水平的人來的嘛 鄧他的兒子也難過啦 你老爸原來就是江川零次 江永祥的江 江門的江 這樣 這件事 我認為 大家可能 真是為了 獲得警方的尊重 我想大家藥手 我們很喜歡 你教的 當日你教完721的邏輯就是誰帶誰惡誰正確嘛 原來打劫之後會獲得你的尊重 遲下會獲得你尊重 地上寫粉不治那些就是暴徒 會讓你跪頸的 那你是不是要一些人拔槍來槍殺警察呢 是不是這樣會獲得你尊重呢 我覺得應該是啦 照他的邏輯啊 是不是呀 因為你可以 有 足夠的武力嘛 正如華盛頓那個故事 這個是美國國父啊 告訴大家 只要你不放下那把斧頭 爸爸就會 向你問責 誰敢說他還在執法 根本就是一群歹徒 一群暴徒 你們現在 拿著香港人的錢 拿著香港人給錢給你們買的武器 就是來鎮壓香港人 現在呢 可能接下來會發生很多罪案 因為呢 原來犯了任何罪案是會得到警方的尊重 你只要不示威就可以了 你做甚麼都可以 香港大家也沒有想過 現在本來這些笑話是 在說大陸 本來你就是水災沒有人來救你 舉起 反共產黨 就會有一大堆的 紀律部隊衝過來 捉走你嘛 所以你想喊救命呢 就舉拼吧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然後一隊防暴隊衝出來 劫走你 立即劫走你 哪怕你 身處的位置 多麼危險 他都一定來得到的 直升級遊勝都來找你 這個笑話很久以前 大陸有一個笑話 說那些叫上訪的人士 其實他不是上訪的 他是民工 他是去 北京打工 但是呢 他只要 打出了標語就是上訪 抗議 即時被人綁了回鄉下 專車綁了回鄉下 原來他買不到火車票 他想到一個方法 即日回鄉下 那些人 中了回鄉下 叫他不要再來 那麼他就免費搭乘車 而且是公安運送 又開路 其實香港現在真的也是這樣的 真的也是這樣的 你報警就不會有警察來的 其實那天 721 那天 黑社會來打人 你應該 你應該說 救命啊 這裡有暴徒示威啊 然後就會有防暴隊來 狂放催淚彈 然後就夾走你那幫人 接下來我認為香港 應該會是一個打劫天堂 因為 原來打劫是獲得警方的尊重 我相信 接下來會來自 五湖四海呀 大陸的人民眾有時候聽到這個 重組 省港騎兵 然後湖南幫也有 然後廣西幫也有 然後 然後呢 接下來有尼泊爾邦呀 巴基斯坦呀 孟加拉呀 全部拿到AK47來 沒錯啦 每個人都首次 起碼最少一支AK47 甚至乎拿到堅託式 那麼厲害火力 那麼厲害火力 可能會炸軍營 他們的目標是金譜 金譜 不用那麼重火吧 尊重一點嘛 火力越大 尊重越大 得到獲得的 招待的規格越重 甚至乎警察看到你 開個坦克過來呀 坦克難一點 堅託式也可以手提嘛 坦克不可以手提嘛 堅託式搭巴士 搭船 搭天星小輪 坐獗門 坐上去船沙咀 然後堅托車 客人看見人器就不敢 空氣 趕快 ample 但是首都你的背囊裏面有一個豬嘴 你就糟糕了 打獲金的 首都有一支 AK 那些立即行禮了 AK也不用手 因為你拿著他立即走 他立即落荒而逃 香港 其實以前只是用中國比小雪更離奇 現在用香港取代了 香港比小雪更離奇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談吧